大家好,我是魏杰 欢迎回来继续学习Linux多现成系列视频教程 这一节课将是我们Linux多现成的最后一节课了 主要有两个任务 回顾我们前几节课的知识点 多现成的概念、使用方法 还有同步一步等等这些概念 第二个任务是多现成的使用 是一个综合的案例 创建一个基于多现成的TCP并发服务器 首先来看我们的第一个内容 关于以前的知识点做一个回顾 第一个是现成的概念 我们把它称作一个千两里的进程 它是程序执行的最小单位 要和进程区分开 进程它是制约分配的最小单位 我们整个的系统调度 CPU的分派都是以现成为基本单位的 在一个进程中可以有多个现成 所有的这些现成是共享进程的资源 现成本身包含一点点必不可少的资源 接下来我们讲到了几个基本的概念 同步、异步、并发、并行 同步是我们有些事情不应该同时发生 比如说同时去修改一个全局别料 这是不允许的 所以我们需要一种机制去阻止它同时发生 第二个是异步 完全没有关系的两个操作 它就是异步的 你可以同时发生也可以不同时发生 第三个是并发 是看起来同时发生 是针对单核处理器 由于CPU的高速运转 它把每个时段分给不同的线程 所以整个在一秒的时间内 我们看到所有的程序都在运行的 第四个是并行 是多核处理器上 由于有多个处理器 所有的程序有些可以同时运行的 接下来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多线程的优势 那么到现在为止 我们应该看到到多线程的优势了 在多核处理器 它可以开发程序的变形性 因为变形是真正的同时发生 如果我们有了多个线程 而线程是系统调度和分配CPU的基本单位 所以多个处理器可以同时处理多个线程 这样子就造成了程序的并行 二是在慢速等到的IO操作中 程序可以执行其他的操作 提高并发性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IO操作 我们完全可以刨除一个新的线程 因为IO操作是容易阻塞的 那么由于系统调度 是以线程为基本单位的 所以IO操作可以等一会再执行 由于CPU的高速运转 给了其他程序一个执行的机会 这样子就提高了程序的并发性 不会由于单一的线程 IO操作在堵在那 导致的后续程序无法运行 第三个是模块化的编程 我们每进行一个操作 都是抛出了一个新的线程 这样我更清晰的表达了 我们在程序中一些实践的关系 结构也是非常清晰的 第四个是占用较少的系统资源 我们和进程做一下对比 那么创造纸进程的时候 会copy附进程所有的资源 造成有些资源不必要的浪费 所以使用多线程的概念 我们可以节省很多很多的资源 那么由于线程它本身包含的资源 非常少嘛 所以它可以省去好多不必要的资源 接下来我们学习到了如何去创造线程 使用批选高亏的函数 它是有四个参数 第一个是线程的ID 新线程的ID会返回到这里 第二个是线程的属性 关于线程的属性 我们在后面也讲了一些高级的属性 第三个参数是新线程的启动历程 新的线程要从哪个参数开始运行 第四个参数是传给新线程的 我们启动它很可能要给它传一个参数 如果传多个参数呢 我们使用一个结构体 把所有的数据都放到结构体里面 然后整体去传出去 接下来我们学习到了如何去获取线程的ID PCR-Self 还有线程的生命周期 还有就续态 运行态 阻塞态 还有中指 那运行呢肯定是正在执行的 就续是由于缺乏CPU 阻塞是缺乏CPU以外的其他制约 比如说内存不足了等等 创造完线程以后我们就学着去控制线程 有现成的中指PCR-Self 然后呢现成的连接PCR-Self 对于一个非分离的现成呢 它是可以连接的 已经分离过的是无法连接的 那么现成连接呢实际上就是等待另一个现成 还有现成的取消 PCR-Self 我们是知道取消的类型 还有什么时候应该取消 能不能取消 针对取消呢它只是一个发信号的操作 到底能不能取消 要看当前的现成是如何设置的 允许取消 或者是立刻取消 延时取消等等 接下来是向现成发售一个信号 在操作进程的时候 我们可以发售信号 用Signal 那么操作现成的时候 可以用P-Sign-Q 算名字起的有点不太对付 但是它的确是一个发售信号的操作 对于信号的处理呢 我们可以捕捉到它 然后设置一个MURN的处理函数 还是用P-Sign-Q 我们用的是Sign-X 最后对于信号的屏蔽呢 P-Sign-Q 它有自己的屏蔽方法 采用P-Sign-Q 采用P-Sign-Q Sign-Q 去评评一些信号 接下来呢 是现成的同步 算得上 一个稍微高级一点的控制 有护持量 读写锁 调节变量 护持量呢 使用之前 需要图纸画 使用完了 需要销毁 锁的时候是用Lock 还有一个TryLock 是试图锁 不会造成阻塞 一般我们使用P-Sign-Q 锁住的时候呢 如果已经被锁了 那么它现在就无法锁 就等待解锁 对于护持量呢 这个锁的过程呢 有可能造成死锁 我们要合理的去加锁一个护持量 这样呢可以避免死锁 还有读写锁 它比护持量高级的地方就是 在读状态呢 可以同时多个线程拥有这个读锁 而写状态呢 只有一个线程可以拥有 最后我们配合着调节变量 去使用护持量或者是读写锁 因为有的时候 如果调节不满足 你获得了护持量呢 会造成其他线程无法运行 也会产生一个死锁的状态 所以我们调节变量和护持量呢 是配合着去使用 避免死锁 最后讲到了线程的高级控制 有一次性粗组化 我们的护持量 读写锁等等 这些粗组化只能有一次 如果我们写酷函数的时候呢 需要把粗组化 放在酷函数里边 这个时候呢 多次粗组化会产生错误 所以我们采用一次性粗组化 批准的万事 接下来是现成的属性 由现成的分离属性 取消属性 取消属性呢 在取消的时候已经讲了 这里边讲了下分离属性 还有它的占属性 占尾的警戒区等等 最后呢 还有同步属性 那么现成有属性 同步也是有属性的 对于护持量和调节变量等等的 初始化的时候 它也有属性 我们一开始都是默认的属性空 在这个同步属性里边 我们学习到了护持量的一些属性 主要是护持量的进程共享属性 当然还有其他属性呢 不太重要 我们重点研究的是它的进程共享属性 如果具有了这个属性呢 护持量可以在多个进程之间 去同步数据 最后讲到了现成的私有数据 因为现成的可能有些数据呢 恰好是不需要同步的 是需要自己拥有的 比如说Iron number 每个现成都有自己的Iron number 它看起来像一个全球变量 但却又不是一个全球变量 名字相同 然后产生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各有各的Iron number 最后涉及到一个安全的Folk 因为我们有可能去创造一个子进程 那么在现成中创造一个子进程呢 由于锁会被继承过来 而且锁的状态也被继承了 所以呢 子进程在再次调用锁的时候 很可能造成一个死锁 我们采用P3的atFolk函数 注册了一些东西 有三个函数 Prepare 在Folk之前调用的 它将护数量获取了 然后呢 还有parent child parent parent呢 是在Folk返回附近这些调用的 它负责解锁 child呢 也是负责解锁 它在Folk函数返回子进程之前调用的 所以呢 有了两次的枷锁 还有两次的解锁 这样呢 在子进程呢 可以进行再次的枷锁 而不会造成一个死锁的状态 关于多线程的使用呢 看起来知识点也并不是很多 这个需要大家下去前家去练习 我们只能讲一些基础的课程 复杂的操作呢 还是需要大家去练习一下 而且呢多看一看手册 练习的从手册去找些有用的东西 点击 点击